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冷冷地说道 谁允许你进来的 我说没有谁允许我进来 我就是看他弄错了 忍不住想指出来 笑话 法医冷哼了一声 我弄错了 我可是刑警队里资历最老的法医 我还真有点佩服你的勇气 你这种不知天高地厚的小猫孩子 我见多了 看过几本福尔摩斯 就拿自己当神探 小桃 你让他说 我到时候瞧瞧 他狗嘴里能吐出什么象牙来 女警官提醒说 秦法医 我们还有别的事情好办 没时间陪着小子玩 没事没事 耽误不了多少功夫 小猫孩子 我现在给你个机会 让你说说看 这个死者是怎么被谋杀的 不过你可要想清楚 妨碍警方办公是要行政拘留的 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赶紧给我道个歉 我就原谅你刚刚的出言不逊了 秦法医怒气冲冲地说着 我暗暗发笑 我出言不逊 不知道待会儿谁跟谁道歉 如果我说对了呢 这怎么可能 秦法医哈哈大笑起来 我退一步说 我是说万一 我走狗屎运 不小心说对了 真要是那样 这案子我就不查了 让你来好不好 秦法医说完 周围几个警察跟着一起笑了 一个个饶有兴趣地望着我 仿佛要看我接下来怎么出丑 秦法医 女警官皱着眉头 小声提醒他不要乱说话 秦法医做了个手势 示意他不要打岔 看起来 这法医资格很老啊 远比这位年轻的女警官 说话有分量 秦法医说 小子 来说说看吧 行 我走到死者上吊的 那棵老槐树下 上吊的时候 为了能够够到树枝 死者特意在脚下 码了一叠石头 但是在石头旁边草地上 还有一块 很容易被忽略的压痕 我指着那个地方就说 你们看 这里有个压痕 说明他自杀的时候 旁边有个人 在这里码了一叠石头 把他扶了上去 你见过自杀 还需要别人帮助的吗 所以这个不是谋杀 是什么 秦法医大笑 我以为你瞧出 什么种大线索来了 原来就是这个呀 小子 这根头栽的大了呀 死者是今天早上被校园的一名清洁工发现的 他看见有人上吊就把死者弄了下来 这其实是清洁工采出的脚印 怎么样 无话可说了吧 我摇头说 这痕迹 根本就不是脚印 秦法医突然沉默了 女警官也向他投去疑惑的事情 他说道 我想起来了 是我刚才搬运尸体的时候 顺手把工具箱放在那留下的 只有什么大不了的 也被你当成重要线索了 我心说 这法医真是死要面子呀 为了强行解释 竟然说凶手留下的痕迹 是自己弄的 但女法医显然相信这番解释 眼中刚刚一闪而过的疑惑 又慢慢收敛回去 可能在他看来 秦法医是刑警队里的资深权威 根本不需要质疑 我知道在旁人眼中 草地上的压痕 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线索 但在我眼里却要大不相同 因为在我跟爷爷学艺那段时间 他每天都会调制一种 很苦的冥桶伞给我喝 喝满七七四十九天之后 我突然间失明了 爷爷告诉我不要害怕 是我的双眼正在重新调整 三天之后我重新恢复视力 眼中所见已经跟之前大不相同 一粒芝麻在我眼中可以大如磨盘 我可以通过皮肤细微的变化 观察血管的流向 甚至蜜蜂振刺的动作 在我眼中都能变成慢镜头 由于双眼太过敏锐 那段时间我只能待在暗室里 稍微强一点的光线 哪怕是火柴的火光 都会让我感觉双眼如同被针扎般的疼痛 我也慢慢明白了 爷爷用一种特殊的手法在训练我 花了相当长一段时间 我再适应了这种恐怖的势力 达到收放自如的境界 爷爷说 这双眼睛正是宋家人特有的动幽之童 能够让我在以后的破案期间 犹如神柱 在我的动幽之童面前 不同重量 不同形状的物体 压断的草丛形状 简直有天壤之别 而且断裂的草径已经慢慢枯萎 据我目测 这痕迹是八到十小时之前留下的 我刚刚在旁边 观察法医验尸 从尸弯尸浆 瞳孔扩散程度三方面可以判断 死者死亡时间也恰恰是这个时间 不过这位牛逼的秦法医却说 死亡时间至少十小时以上 这种细节我都懒得去纠正他了 可惜 我看见的东西别人看不清 女法医不耐烦地说 行了行了 真是浪费时间 来人把这小子赶出去 等等 除了草上的丫痕之外 死者身上还有凶手留下的手印 这你们也没看出来吗 女警官愣了一下 用眼神示意扣住我的几名警察先退下 秦法医冷笑了一声说 小桃 这小子又在信口词黄了 我刚才用紫外线灯照过 死者身上根本就没有指纹 我说的不是指纹 而是手掌压痕 不管任何物体 只要在外物上 施加压力都会留下压痕 哪怕是一张桌子一块石头 人死之后 身体技能全面停止 血液不再流动 虽然这么说 对死者有些不敬 但是尸体本质上 其实等同于一件物体 我深吸一口气 解释说着 秦法医用轻蔑的眼神看着我 小的 你是没睡醒 还是在梦游啊 什么尸体就是物体的鬼话 也能编出来 我用一气都剪不出的痕迹 你一双肉眼 就能看出来吹牛不打草稿 如果我让它显现出来 你该怎么说呢 我忽然间露出一缕 自信的微笑来 这不可能 秦法医说 我用几万块的进口仪器 都没验出来 你能验出来 你就这么迷信仪器吗 仪器不是万能的 验尸需要不同的方法 不同的工具 有时候一张纸就能达到效果 几万块钱的仪器 却未必能检验得出来 女警官上下打量我 似乎对我有些兴趣 问他 小子 你是学什么的 这跟我的专业没关系 虽然我不是学法医的 但我觉得 自己比他行 我故意指了指秦法医 挑衅说着 秦法医果然被我激得火冒三丈 小桃 你让他演 你让他演 我倒要看看 他能玩出什么新花样来 我干法医的时间 比这小子年龄都大 我还不信呢 我都演不出的东西 一个读过几本课外书的小孩子 能演出来 还要是能演出东西来 我马上拍屁股辞职 秦法医 这个不太好吧 女警官为难地说 不要紧 我今天就要教训教训 这个扳门弄斧的小鬼 秦法医一屁股坐在地上 我笑道 你说话可要算数啊 算数 当然算数 不过 你要咽不出来 可怎么说 秦法医狠狠瞪着我说 我怂了怂肩 把我抓起来好了 女警官在旁边叹了口气 小同学 你已经在这里耽误我们很长时间了 我可不是跟你开玩笑的 如果你最后什么也没验出来 我会以妨碍公务罪把你逮捕 你可要想清楚 看你的样子应该是大三大四 如果你被拘留过一次 就算学校不处分你 当案上也会有污点 以后别想找工作了 我很清楚 我平静地说着 倒不是我自负 虽然动忧之童 看不见死者身上的痕迹 但是谋杀的线索却清晰地摆在眼前 除非凶手能让尸体飞起来 否则思者身上必有手印 举一反三 简为支柱 这就叫做推演 我对自己的推演有十足的把握 女警官苦笑了一声 那行 你爱验就来验吧 需要什么工具尽管开口 不 我用不着那些工具 我朝警戒线外面看了一眼 王大力站在那里旁观 表情十分紧张 我看到 大力过来一下 他掀起警戒线跑了过来 对着女警官和秦法医 点头哈耀的笑笑 然后小声拽了一下我的衣服 就说 杨子 这子真是玩吐了 这种骇口也敢夸啊 平时看你小子萌萌哒的 跟女孩子说话到脸红 她突然间想不开了呀 你是不是受了什么刺激 喂喂 你有没有问这景花小姐姐 叫人名字没有啊 有没有男朋友啊 我白了他一眼就说 大力 帮我跑个腿 把我衣柜最里边的 一把红油纸伞 给我拿过来 用那个干嘛呀 你别问了 拿过来就是 我特别叮嘱了一句 记住 我柜子里其他东西 千万别乱碰 好 你等我一会儿 说着 王大力就跑开了 秦法医点上一支烟 就说 那我先歇歇 等着看好戏了 我昂起头说 行 你就等着看一场好戏吧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火星小说网独家授权的 长篇恐怖悬疑小说 阴间神探 想听到更多精彩有声故事 可以关注我的新浪微博 喜马拉雅账号 以及微信公众平台 有声的紫金